中國航天科技研究院要求解散微信群 震驚!加拿大保守黨黨魁自爆中共拘捕他下台 大家好歡迎收看《國際新聞眼》我是美玲 美國財政部長耶倫近日展開訪華之行 準備挑戰中共國的產能過剩問題 以習近平的經濟計劃或將野爐全球 據路透社報導 耶倫在這次訪華行程中試圖傳達他的觀點 生產過剩對中國來說是不健康的 而且美國、歐洲、日本和其他主要經濟體對這個問題的憂慮都越來越強烈 路透社還援引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國官員說 耶倫要向中方解釋如果全球出現貿易行動 這樣不是反話而是對中共政策的回應 4月5日 耶倫在與中共國務院副總理河立峰會探視 要求中共停止不公平的貿易行為 並壓制廉價商品傾銷 近年來中共對綠色能源進行大規模投資 導致中國的產能極度過剩 2023年中國的太陽能組件產能是861吉瓦 這個數字是全球組件安裝總量390吉瓦的兩倍多 為了贏得海外市場 2023年中國廠商不惜降價42% 比美國生產的同類產品價格竟然便宜了百分之六十多 得到中共政府大量補貼的產品與電動車、鋰電池等 都被傾銷到歐美市場 嚴重威脅到這些國家的相關行業製造商 和當地工人的繁滿 都嚴重搞亂了全球的市場秩序 耶倫在飛行途中驚庭阿拉斯加斯說 為了確保供應鏈的彈性 美國在幫助本國太陽能板、電池和電動車等產業的發展過程中 不排除公佈政策來保護這些本國的產業 免受中共傾銷的影響 而習近平的新質生產力策略不但不適合實際 反而有激怒全球的風險 據最新一期經濟行人指出 習近平的新質生產力策略 希望憑借國家的力量加速推進先進委造業 並推測中國將進入大規模生產電動車、電池、生物製造 以無人機為基礎的低空經濟黃金年代 經濟學人估計 中國新質生產力的年投資額達到1.6兆美元 是五年前相關投資的兩倍 但習近平想用這個計劃 來解決中國的經濟停滯問題 將是大錯特錯 不但會令中國人失望 還會激怒全球其他國家 第一個錯誤是忽略消費者 中國的消費者支出佔GDP的37% 比全球標準要低了很多 為了印度消費者減少儲蓄 中共就要打造更好的社會安全網和健康照護 並向底層農民工開放公共服務的改革 但問題在於 習近平並不願意接受這一點 他對於向投機性的房企紙困感到十分厭惡 還樂於鼓勵年輕人要捱得苦 第二個錯誤就是中國疲弱的內需 意味著一些新產品必須要出口 但世界已經脫離了2000年代的自由貿易格局 美國會對中國先進的入口產品進行封鎖 歐洲也會對大量湧入的中國電動車感到恐慌 北京雖說可以將出口轉向全球南方國家 但當這些新興國家的工業發展 都被新的中國震撼削弱時 這些國家都會對中共充滿戒心和恐懼 第三個錯誤就是習近平對民企的不友善 這就導致很多民營企業家對中共不可預測的政策 大吐虎水 並擔心自己會被逮捕和整肅 經濟學人指出現在外商境界資本外套 而且富人都紛紛外異 中國可能會像1990年代的日本 陷入通縮和房地產崩盤的經濟困境 更糟的是中國失衡的增長模式 很可能會破壞國際貿易秩序 並加劇地緣政治的緊張程度 如果中共在經濟停滯社會不滿情緒升高的情況下 可能會被經濟繁榮時更好戰 一些專家認為 習近平可能會暴前騷亂的後塵 被動或主動走入美國的世紀戰略佈局中 因為前騷亂就是被美國的升戰計劃 又入軍被競賽 從而拖垮財政 習近平這三年投建南水海軍 想效仿美軍在軍事上部署全球 並在太空爭霸中投入巨資 興建航母 對多種導彈進行研發 想與美國抗衡 對此美國和荷蘭、日本等國聯手 封鎖先進精源和製造設備輸入到中國 可限制中國企業使用美國的AI雲計算 據《世界日報》報導 雖然中共此前已儲存大約20萬個GPU 而且大多數都是NVIDIA先進A100精源 足夠訓練4-5個美國GPT4規模相似的模型 但以後GPU如果改朝換代 中國的硬體就只能停留在現狀 尤其中共對西方所有著名的人民巨大資訊 如Google圖書和維基百科等都進行封鎖 而中共國的百度和字節跳動等都沒有辦法 有優質的資料赴揚AI學習 所以操作業導致中國AI 大無形算力落後於其他國家 而且中共還強調AI發展必須體現出 中共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這種自我封鎖就會令中國AI成為世界孤獨 導致的後果將會比晚清所覺更嚴重 而且這樣會令中國和歐美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很可能淪為本世紀中國發展的最大危機之一 清明節期間 網路傳出眾多民眾紛紛悼念異故前總理李克強 目前已知的 不僅是合肥路陽區洪勝路李克強故居周邊 出現了大批警察、便衣警 還包括河南鄭州、遼寧瀋陽 都出現悼念李克強的人群 但當地警察高度戒備並阻止民眾獻花或聚集 多有消息稱 清明節當日在美團等購物平台已無法預訂鮮花 4月4日是中國2024年清明節假期的第一天 中國各地有民眾自發悼念中共國務院前總理李克強 根據網傳圖片顯示 4月4日上午9時30分左右 在遼寧省瀋陽中山公園內的孫中山雕像前 有人擺了一束悼念李克強的鮮花 但在一個小時內 鮮花便被人拿走了 此外在河南鄭州 千璽廣場內外 出現大批警察便衣警戒備 還有網友爆料說 當日合肥紅星路除了到處可見的警察之外 路邊還有很多帶著耳機的便衣警 附近花店的老闆以及門口志願者 會勸助賣花民眾不要敗祭 值得一提的是 李克強曾於1998年6月擔任河南省省長 其間河南省的經濟總量 躍升為全國第五位 居中西部省份之首 2002年 李克強在河南提出 加速工業化、城鎮化、推進農業現代化 從而將更多的富裕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 2003年提出中原崛起等概念 2004年12月起 李克強歷任遼寧省委書記 兼遼寧省人民代表大會上委會主任 解決了遼寧國有企業改革和大量人員失業的難題 鼓勵非國營經濟的發展 主導改造澎湖區和推動遼寧老工業基地的振興 對於民眾自發悼念李克強的行為 官方不僅在線下全面管控 線上也不放過 有網友測試發現 在美團平台已經無法線上下單 向李克強故居即合肥市 西州大道紅星路80號住宅樓送花 系統顯示當前區域無法提供配送服務 這對人發民間抱怨連連 中國網友紛紛在海外網路社交平台留言 敏感的日子又多了一個清明節 真是夠荒唐 任何一個有發節的國家都不會限制國民購買鮮花去祭拜他人 憑什麼? 因為習近平心心知道八九六四就是因為悼念胡耀邦開始鬧起來的 48年前的1976年 農年 7月28日河北唐山發生李時7.5級大地震 43日後的9月9日 當時的中共匪首毛澤東暴斃 今年又值農年 又遇上李時7級以上大地震 不知道43日後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早在2002年貴州就經驗 刻有中國共產黨亡大致的亡共石 放假傳聞共產黨的統治不會長久 今年3月21日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第九研究院 傳達關於解散全部微信群的通知 有分析指出 有可能是這間公司提前收到封 不想夜和上身 所以才自我排列 裡面寫道 根據軟行政與安全管理部的緊急通知要求 各單位須再次組織開展微信群組清理工作 對全部微信群組關停解散 1、請務必確定在今天就將全部微信群解散 今後不再建立新的微信群 2、老同志自發組建的微信群 需確保遵守以下要求 首先嚴格落實保密監督責任 實行群主負責制 設立保密監督員 及時制止保密違規行為 確保發布的內容不涉及到國家秘密 工作秘密及商業秘密 後續微信群如果發生保密違規問題 將嚴肅追責 其次要求確保傳播正能量 確保不傳遙、不信遙等 這個通知外洩後 引發X平台網友們的熱議 有網友說 取消微信群功能也未必不可能 看看加速再加速吧 多有人指出 這是連自己的軟件也不放心 對於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要求自行解散微信群的行為 可以理解為中共又要收緊對民眾 包括體制內人士的言論管控 另一方面來說 鑑於該公司與中共的特殊關係 可能已經提前察覺到 中共山與獄來風滿流的危機 因此才進行自我排雷 今年1月30日 中共國家安全部微信公眾號就發表文章 聽勸 某樣國家安全機關請你喝這十杯茶 列出被國安抓去喝茶的十種可能性 其中包括 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犯罪 違反涉及國家安全事項的建設項目許可 非法獲取或持有國家秘密 洩露反間諜和情報工作的國家秘密等 類似時評人唐靖遠認為 中共國安部發布的十杯茶 其實就是針對中國社會全面加強管控的十條措施 中共是利用十杯茶 大幅擴展繁化了所謂國家安全 和國家機密的定義 唐靖遠指出 它會迫使民眾產生一種非常可怕的恐懼感 大家都會以更嚴格的方式進行自我審查 這樣必然會在整個社會上造成人人自危 萬馬齊陰的嚴格控制局面 而這多能解釋為何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要求全體員工自行解散微信群 就是怕惹禍傷身 所以提前自我排慮 法廣引述加拿大廣播公司 7月3日的報導說 下一份包含加拿大反對黨保守黨領袖 艾林·奧圖爾和外國干涉委員會代理律師 在前一陣子的面談記錄文件中顯示 奧圖爾說 他對於2021年選舉後 針對保守黨領導層 進行審查的請願書的動機表示懷疑 據面談記錄文件顯示 奧圖爾認為 外國干涉是他被推下黨魁位置的一個原因 因為選舉失敗後 一名曾在該黨全國委員會任職的 有影響力的中共黨員 隨即在48小時內 發起針對奧圖爾的請願和公關活動 據悉 奧圖爾是在白特陳發起罷免奧圖爾黨魁職務的請願後 遭到保守黨全國委員會停職 報導說 一個僑民團體中值得信賴的消息人士和一個記者 私底下告知奧圖爾 這個中共黨員白特陳 與中共政府有不尋常的聯繫 而且令人不解的是 由奧圖爾領導的保守黨 在2021年大選中失利的表現是 他們雖然贏得了加拿大民眾的選票 但只贏得338個席位中的119個 據加拿大廣播公司報導 奧圖爾在4月3日告知國會 干涉委員會調查組 他認為保守黨之所以失去5至9個席位 是因為外國針對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和安大略省的保守黨候選人及其所在政黨做了誤導宣傳 奧圖爾致出 加拿大政府在2021年選舉前 就已經知道微信上 有大量針對保守黨 尤其是候選人趙錦榮的虛假信息 但也沒有與各黨作出通報 也沒有對加拿大選民作出澄清或是警告 他說 說卑斯省內保守黨候選人趙錦榮提出外國影響著策法 隨後微信上就充斥著大量關於條例排話 影響華人回鄉探親 以及趙錦榮是漢奸等言論 而單單在卑斯省就有60萬微信用戶 他們中很多人都不看加拿大的主流新聞 只會從微信上獲取信息 可想而知這些虛假信息會對這些選民造成怎樣的影響 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您的關注 我們下星期見